全红蝉哭了,这绝对是最让人心疼的一幕 在全国跳水冠军赛,女子十米台决赛中 尽管全红蝉在五条里的四条都发挥得极其惊艳 但可惜难点动作207C再度出现重大失误 最终遗憾地被逆转丢惯 于是有了赛后的这一幕 全红蝉扑在师兄谢思义的身上哭了 领奖时一脸不开心 接受采访时,甚至眼圈还泛着泪光 真的让人非常心疼 直到这一刻,我们好像才发现她是奥运冠军 更是一个不满16岁小女孩啊 谁知道她身上承担了多少的压力 接连输给陈玉希,她太想赢了 而这次比赛状态又很好 所以她太想证明自己了 而事实上,如果你看了比赛 就知道全红蝉的发挥真的很棒 四个动作极其惊艳 裁判打出了多个满分 即使207C只拿到54分 但还是过了400分 由此可见她的人体发挥有多好 207C一直是全美的一道坎 虽然此前已经攻克 并且在几场比赛中都跳得很稳定 但这次比赛,她还是接连倒在这个动作上 也让我们感叹 这就是竞技体育啊 有太多未知因素 人们只看到你的荣耀时刻 但不知道你有多少次在偷偷的抹眼泪 我非常的欣赏全红蝉 小小年纪就要承担全家的重任 拿了奥运冠军 她没飘 还是低调的默默的在努力着 她不服输 我很喜欢她在今天赛后说的那句话 我水平没发挥出来 下次赢回来 的确啊,胜败乃兵家常事 更何况对手这么强 输并不丢人 认真总结 再赢回来就好了 都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 不是看她登到顶峰的高度 而是看她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况且这还不算低谷 我相信全妹会赢回来 也希望两位小妹妹能继续加油 能一起进步 一起成长 一起变得更强